最近呢,很感谢伙伴,团队的伙伴把那个,咱们的国内很多的领导人的那个CD都整理出来,然后发到YouTube上面,最近真的是学到很多东西,也让我觉得在这个生意里边,有些怎么说,从技巧方面,我觉得可能会接下来会更注重技巧方面的东西, 那对于领导人这一块呢,我也觉得哦,我们其实这个生意,就是一直就是在寻找领导人,那咱们这个生意能够建立一个稳定的个人事业的话,靠的是什么,咱业格系统一直都是说,靠的就是人,市场的竞争啊,咱们业格系统里边的资料就说,市场的竞争其实就是人才的竞争,那很多公司,大家看很多公司, 有的公司,有的公司为什么可以做的非常非常好,是不是就是因为这家公司的,从管理人员到技术人员到各个方面的人,是因为人才的这样的一个,就是说优质,然后团队的这样的一个优秀,才能够打造出,就是说建设出很好的公司来,对不对,那所以,咱们业格系统讲究的是,市场的竞争,就是人才的竞争, 那领导力呢,就是企业与个人成长的关键,企业与个人成长,关键的地方也是在人,也是在你企业里边的这些领导人,他拥有什么样的领导力,那咱们直销这样的生意,他要求的领导力是什么呢,他要求的领导力不是说你去领导别人,你去指挥别人,那领导力是什么呢,就是你影响与带动别人的能力, 这个叫做领导力,那成为领导人,首先你要拥有领导力,你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人,对不对,那我们在选择领导人,我们也有个,就是咱们业格系统有他,就是说固定的标准在那里,那有些事情呢,就是当你有迹可循的时候,你这件事情就可以做得很容易,为什么这么说,就是说这条路有很多人走过去了, 然后呢,这很多人给你总结出这么多的经验,并且业格系统已经50多年,他给你总结出来的这些规则和经验,这都不是说几个人总结出来的,是成千上万的这样的,就是说领导人,钻石级别的领导人,给我们总结出来了,并且是经过50多年的这样一个验证,然后给我们总结出来这些经验,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使用这些东西, 那好,刚才讲的就是这个人才的竞争,就是市场的竞争,就是人才的竞争,那什么叫做,就是人才竞争,它在哪两点呢,就是吸引人才,首先你要把有能力的人,是人才的人吸引过来, 然后第二点呢,就是留住人才,那这两点呢,就决定了,不管你是这一家公司,还是一个团队,你就是拥有什么样的竞争力,你的这个公司,或者是你的这个团队,能够,是否能够,你就说这样稳健的发展下去,都决定了你吸引的人,也是由你如何留下这些人,是就是说相辅相成的,少一个都不行, 那以人为本,就是在每个十九经营为中心的事业中,人比产品更重要,花时间和人相处,你会在着手事业之前,遇见成功的前景, 那这句话呢,是咱们安利公司的创始人,李察迪威士,他写字于,自助者天助,就是这本书哈,那我在经历,这份事业,就是这个生意的这几年, 我经常会听到外边的,就是很多做直销的朋友,他们,呃,对于安利的评价是什么,嗯,从,就是说做安利的人素质都比较高,呃,安利的这个,呃,就是说企业文化哈,都比较好, 那当然了,这是一部分呢,因为有一些团队的一些不正确的操作方法,呃,就是说,错误的价值观,来从事这个生意的人呢,就是说,会有一些负面的东西,也有, 但大多数都是说,哦,那个,从安利出来的人,就觉得安利的企业培训特别好,那,安利的企业培训特别好,如果我们再有,呃,再加上我们这样, 业格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的一个更加专业的培训,你想想,那我们是不是就相当于是一家公司啊,安利公司和业格系统这样两个平台,再加上我们自己这样的经销商,我们就是一家公司,我们拥有产品部,我们拥有培训,就是说这个市场营销部,所以你就是一家非常非常完整的公司,那好, 我们接下来就是看,如何寻找领导人,那我们的重点在人上,那,你找的这个领导人是不是,你就是,寻找是不是就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啊, 我们,咱们业格系统是不是讲,你要去筛选领导人,啊,不是,见了人就阿猫阿狗往里拉,为什么哈, 因为说实话,我们寻找,是不是在寻找合作伙伴,如果你随便个人拉进来,你就在他身上花时间, 结果他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人的话,你的时间花在他身上是浪费的,对不对,谁愿意做浪费自己时间的事情呢,没有人愿意, 所以业格系统就教我们,你在第一步的时候,就是在寻找领导人的时候,其实就是一个在筛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, 你要的人就是你能看上的人,对不对,那好,我们来看,咱们的这个标准,好,标准是在哪里, 那业格老先生说呢,那接下来呢,就是业格先生给的这几个,这些数据哈,是一个,两年上钻石的一个数据, 大家有的人可能刚刚开始了解这个事业,或者是刚刚开始了这个事业的人, 你看到这个数字,他可能会特别的紧张哈,就是说, 我先来看一下为什么说这个数字哈,说,如果你要发展一个坚实稳定的事业, 两年中你每月推荐一个人,你应该建立15到20个部门, 你应该在宽度上至少建立三到四个部门,并且在每个部门中, 首先找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,并且继续复制, 然后再在每个部门中找上五个关键领导人, 那叶格老先生说呢,这两年当中,你每个月推荐一个人, 因为我相信,在刚刚开始了解这个生意的人, 或者是刚刚开始了这个生意的人,大家一听, 每个月推荐一个人,就觉得好像心里挺有压力的,对不对, 那首先呢,咱们在这里说的这个数据是针对于领导人说的哈, 就是说,你已经在这里成长了有一段时间了, 你开始打算正确的起步了, 那这个数字呢,就说,如果你能做到这个数据, 按照这个叶格先生说的这个数据的话, 你两年是可以上钻石的, 那你是两年上钻石,还是五年上钻石, 还是十年上钻石,这个就是根据你每个人的行动力, 你每个人的对自己的这个要求, 对自己的这个承诺来决定的, 并不是说,我开始了这个生意, 我就一定要怎么怎么, 就是说,好像是一个硬性指标, 别人,你的领导人给你的硬性指标, 不是的哈,这个是你对你自己的要求, 那两年中,你每个月推荐一个人, 你应该建立一个15到20个部门, 这15到20个部门呢, 就代表着你有非常好的一个利润, 那并且在宽度上建立到三到四个部门, 并且在每个部门中, 首先找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, 这个就是咱们业格系统的讲的架构, 那现在我们看, 安理公司的这个, 就是说加码奖金, 这个奖金的这个一个40%到70%的这样的一个增加, 是不是就是根据咱们业格系统的这个架构来建立的, 所以你很庆幸, 就是说在座的每一位应该非常为自己感到庆幸哈, 能一脚踏入业格系统这样的, 就是说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营销团队, 你真的是非常有运气, 他带着你不会走弯路啊, 让你可以在你自己努力的范围里, 在你自己规定的时间内, 拿到你想要的这个结果, 你要进行深度工作, 你就必须识别出有发展潜质的关键领导人, 一般他们有以下特点, 你看他这里讲的, 如果你要进行深度工作, 你就必须识别出有发展潜质的关键领导人, 那发现识别出有发展潜质的领导人, 这个识别能力是不是需要, 你有具有这样的能力啊, 那这样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? 这样的能力是从你在这个系统里一边学习, 然后一边去实践, 然后呢, 你会慢慢经历的人越来越多, 你见的人越来越多, 你逐渐的就会发展出你这样的潜质,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潜质, 因为他决定了你接下来要选择的这个伙伴, 是不是真正适合这个生意的人, 是不是真正能, 就是说对他自己的梦想有承诺的人, 是不是真正的能跟你一起合作的人,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, 那耶格系统为我们总结了, 像这样的领导人, 他有他的特点, 所以呢, 我们就按着这些特点去找就可以了, 不需要你, 已经不需要你自己去摸索了, 你就按着这个标准去寻找就可以了, 遇到的每一个人, 你就一条一条往上卡, 看他是不是这样的, 那好, 我们先来看, 第一个特点呢, 就是他们有梦想, 并且知道为什么做, 那第二点呢, 就是他们紧盯梦想, 并且是目标导向, 那这两点呢, 是说的是同一件事情, 为什么说它是同一件事情, 就是说他们知道为什么做, 有非常强烈的目标导向, 为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, 他会放在第一和第二, 就是说因为当我们要创业的时候, 其实你不管是创业, 做比方说做其他的创, 就比方说你做其他的事情, 并不是说做直销, 比方说你要开公司, 你只要是创业, 或者是在我们这个系统的, 一个系统的安利里边创业, 你都是要有一个, 就是说, 为目标导向的人, 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情, 绝对不是那么顺利的, 你肯定在这件事情上会遇到挫折, 这是肯定的, 这是百分之一百的, 那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, 你的反应是什么, 你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, 你是想着, 哇, 这件事这么难啊, 算了, 我放弃了, 你是这样想呢, 或者是你知道, 哦, 我遇到困难了, 这个困难呢, 是我达到我这个目标的必经之路, 因为为什么哈, 我们都知道, 这是我们的起点, 然后这里是困难, 然后上面就是你的目标, 达成的目标, 你要从这里达到这里, 中间是不是你的必经之路, 所以是, 从你的起点到你的终点, 要经历这些困难和挫折, 所以呢, 很多人就是有目标的人, 目标导向的人, 他知道, 哦, 中间经历的这些是必要的, 这是必须经历的, 我才能走到我的目标那里, 那像这样的人, 他就叫做目标导向, 他知道我是为什么在做, 而不是干着干着就迷茫了, 况且我们有这么好的系统, 就是说有上下畅通的咨询线, 都会告诉他, 你接下来该怎么做, 你该怎么去跨越这个困难, 那往往呢, 困难是让我们成长的, 只有经历这些困难和磨练, 你才会成为真正的合格的领导人, 如果没有这些困难和磨练, 你成为不了真正的领导人, 我们就在看这些很做的比较, 就是说成功的这些商界的人士, 如果他是靠自己创业过来的, 你去听他的故事, 你就知道他经历的那些, 比我们经历的这些难多了, 为什么, 我们在这个生意里面, 我们是有导师的, 我们是有规则的, 我们是有这些方向的, 但是在创业的那些人当中, 他们没有这些, 没有人教他们怎么做, 他们仍然能够跨越这样的, 所以跨越这样的困难, 所以他们所经历的, 比我们经历的要更加困难, 那这些人呢, 都是知道成长法则, 就像那个麦克斯威尔讲的, 就是说这是一个过程法则, 你必须要经历这个困难的过程, 你才能够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, 才能得到你想要的那个生活, 那好, 但是很多人, 我们发现很多人, 就是说他看你的生活非常好, 他想拥有你的生活, 但是他不想拥有你的过程, 我们看普通人是不是, 就是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的, 所以大多数的人只能在左向线待着, 如果你是一个, 只想拥有别人的结果, 不想拥有别人过程的人呢, 那你只能永远的待在左向线, 如果你甘心的话, 那待在左向线也挺开心的, 如果你愿意, 那好, 那第三个呢, 他们就是能够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, 那保持这个积极的心态是怎么讲呢, 当遇到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, 你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, 同样一个角度, 就是说用什么样的角度, 同样一个事情, 如果你用不同的角度, 那去看这样的事情, 那你的心态是不一样的, 你就像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伙伴, 然后伙伴的朋友, 他家的女儿呢, 他就觉得他女儿就是非常的任性, 就说他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, 他会就说一直去缠着他妈妈, 一直要一直要, 直到他妈妈答应为止, 他就说, 哎呀, 这一点我就觉得太, 就是作为妈妈来说, 他怎么可以这样, 就觉得他太任性了, 那我就, 他就讲给我听了, 他就觉得这是一个他很, 口马路的地方, 那我从另一个角度, 我说, 我说,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, 你女儿为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, 她会不断地去努力, 不断地去努力, 不断地去追求, 那他终于可以达成他的目标, 我说从这个角度看, 那不是一件好事吗, 他当时就愣了, 他就觉得, 哇, 你的这个观点, 就是你的这个角度, 为什么是这么的不一样, 那我们都知道, 我们的角度为什么会不一样, 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个积极的心态,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里, 经过这样的学习和训练, 我才会有这样的积极的心态, 因为咱们每个人, 基本上天生都是消极心态的人, 这个是很正常的, 那这个就是说, 你在遇到困难与挫折的时候, 你能否拥有一个积极的心态, 这也是领导人的一个特征, 他会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一件, 就是不好的事情, 那第四个, 他们坚持原则, 并且灵活主动, 适应性强, 那坚持原则, 坚持原则, 就是在遇到, 因为我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, 不管是在创业, 还是你现有的工作, 你会发现, 不管是人际相处的时候, 还是你在公司里处理工作的时候, 当遇到一件事情, 你是坚持你的原则, 还是向这件事情妥协, 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一个人, 就是说这种原则性的把握的时候, 那往往呢, 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则性上的事情, 把握不好, 然后呢, 就经常在这里在跟头, 你比如说, 就像带孩子, 带孩子也是, 如果说你对于孩子, 一些小的一些, 就是说怎么说, 对于孩子一些, 孩子每个人都有一些习惯, 可能也有一些不好的习惯, 那你怎么, 如果说你事事要求他完美, 那就相当于你没有原则, 你觉得如果你是事事都觉得这是你的原则的话, 那你就是没有原则, 那如果说你是觉得, 小的事情我可以稍微的放任一下, 但是呢, 你比如说, 给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, 你说几点必须上床睡觉, 那这个是你的原则, 或者是对于孩子, 你就说怎么说, 就说有些事情, 你要让他知道你的原则在哪里, 那这样呢, 你带孩子就会带得很轻松, 那很多人说孩子不好, 孩子不好带, 是什么呢, 是因为你的原则没有把握, 有些事情上原则你没有把握好, 那我们带孩子是不是就是像带团队, 也是一样的, 你带伙伴也是这样的, 你要有你, 就是说团队的这个原则, 那团队的原则, 我们咱们一个系统都已经, 全部都已经归25项基本原则, 全部都在那里了, 只是你愿不愿意去选择, 去把握的这样的一个结果, 那并且是灵活主动, 那坚持原则又要灵活主动, 就是说不要太死板, 我们知道我们对的是人, 我们对的人是要灵活主动的, 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, 灵活主动, 这样呢, 你的适应性才能更强, 那你才, 因为为什么要坚持原则, 又灵活主动, 因为你面对的每一个人, 大家的性格, 大家的习惯, 大家的成长环境都是不一样的, 我们要做的, 领导人要做的就是去引导别人, 所以你的适应性才能够更强, 你才能带得了各种各样的性格的伙伴,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亚美姐团队, 是不是也是各种各样性格的伙伴, 我们再看看王如延老师的团队, 他的团队里是不是也是各种性格, 各种各样的伙伴, 那我们就知道这样的领导人, 他为什么带得了这么多性格不同的伙伴, 就是因为他们能够灵活主动, 那好, 第五个, 他们不断的向上级咨询, 是好的聆听者, 那向上级咨询, 不断的向上级咨询, 就是你在工作当中, 你肯定会遇到问题, 因为这条路你是第一次走, 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, 你是去向上级咨询, 而不是向你的左边和右边, 还有你的下级部门去咨询, 为什么哈, 因为上级部门呢, 你的路他已经走过了, 你去问, 就是说就像你去爬山, 你要走哪条路, 你肯定是去问那个从山上下来的人, 对不对, 他爬到过山顶的人, 那你去问这样的人, 他会告诉你, 这条路, 这条路好走, 因为他走过了, 那你去, 如果你去问你的左右旁部门的伙伴呢, 这个伙伴可能连你还不如呢, 对不对, 那你去问他呢, 可能就是死路一条, 那你去问你的下级伙伴呢, 你的下级伙伴会怎么想, 哇塞, 他跑过来问我, 那你可能就是, 你就会成为一个, 那个叫什么, 柜子手哈, 像亚美姐说的杀人机器, 怎么说呢, 就是, 有问题一定是向上咨询, 向上咨询, 你如果想得到正确答案的话, 一定是向上级咨询, 那并且呢, 你一定是好的聆听者, 那好的聆听者呢, 就是去聆听你的伙伴, 那伙伴有很多的, 有可能他, 有很多是需要你去帮助他的地方, 他可能是来咨询你的, 那你要很好地去聆听他, 那还有不管是伙伴, 还有一些我们在交往的朋友, 或者是, 就是说你在跟进的人, 那如果你能够很好地去聆听呢, 你就能够知道他需要什么, 你就能够知道你能够帮助他, 做到些什么, 你能够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, 那我们就知道,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, 两个耳朵一张嘴, 对吧, 那上帝为什么把人造的是, 两个耳朵一张嘴呢, 就是让你多听少说, 而且呢, 是我们自古有一句话, 叫做言多必识, 一定要记住这句话, 言多必识, 如果说你能够听得多, 那你能够掌握的信息也就会更多, 那如果说你是说的比听得多的话, 那很可能就是说很重要的信息你就漏掉了, 你只说你自己想说的, 你并没有说别人想听的, 你找到他想听的, 你说给他听, 对不对, 那我们一定是一个咨询者, 还是一个好的聆听者, 那这个是第五项, 那第六项呢, 他们承诺每周至少将五到六个计划, 他们是持续的行动者, 每个月十五个计划, 那每个月十五个计划,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行动者的一个目标, 如果你每个月十五个计划, 就是两年的时间, 就是两到五年的时间, 应该是三年左右, 你就可以做到钻石这样一个级别, 那真正的领导人呢, 他是有承诺的人, 那第七点呢, 就是他们能够很好的融入团队, 永远把帮助别人放在第一位, 那很好的融入团队呢, 这个就是说大家能够互相配合, 因为人无完人嘛, 那没有完美的个人, 只有完美的团队, 我们都知道人都有缺点, 那你融入团队了以后, 你互相配合,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有缺陷的, 如果说团队的伙伴能够补足了你这个缺陷, 你是不是这个团队是不是就是所向披靡的, 那所以呢, 我们要很好的融入团队, 来包容别人的缺点, 来看到别人的优点, 然后那么我们发掘自己的优势, 那这样一个团队真的是, 就会真正的达到所向拼命, 永远把帮助别人放在第一位, 永远把帮助别人, 帮助你的伙伴, 为什么说咱们这个生意是帮助别人的生意呢, 我们的伙伴是不是, 就是说你帮助别人, 是不是帮他解决问题啊, 那比方说对方他是有什么问题呢, 假如说他是有身体健康上的问题, 那我们就把纽翠来介绍给他, 我们把专业的营养的这样的课程介绍给他, 如果他是一个时间上有问题的人, 那我们就把咱们这个生意, 如何帮助你杠杆别人的时间, 如何能够实现财务自由, 因为只有财务自由了, 你时间才能自由, 如果你的财务不能自由的话, 你的时间永远是不可能自由的, 对不对, 所以如果说是想要自由的人, 那我们就把这个生意的, 如何就是说杠杆时间, 把这个问题帮他解决, 那如果说有的人想赚额外收入的人, 或者是想财务自由的人, 那我们就把如何赚额外收入, 如何把财务自由去告诉他, 然后是帮别人解决问题, 永远帮助别人放在第一位, 不是去把你的索取放在第一位, 我们去, 我们去就是说帮助伙伴的时候, 永远是他的需求是第一的, 他在这个生意里想拿到什么, 我能帮他做点, 我能为他做点什么, 我们要把这个放在第一位, 而不是说这个人, 这个伙伴这个月能买多少东西, 然后呢, 能出从他身上出多少业绩, 当然我们知道出业绩是重要的, 咱们这个生意, 你只有产品的流通, 你才能够达到一个, 就是说利润的这样的一个产生, 但是呢, 这个人如果说他是需要产品, 那我们就去服务他产品, 那他如果是有别的方面的需求, 我们就说把他的需求放在第一位, 给他想要的, 那第八呢, 就是参加大会和研讨会, 逢会必到, 那有在参, 有参加过伙伴, 就是说现场参加大会的人, 大家都非常的有体会, 为什么咱们叶格系统的所有的CD都在讲, 参加会议, 并且带人参加会议, 这个重要性, 因为只有你去参加了, 你才知道这个会议给你带来什么, 参加大会, 研讨会, 那逢会必到, 那这个生意呢, 就是说, 就是说没有会议, 就没有这个生意, 所以呢, 这个生意就是一定要参加会议, 并且带人参加会议, 那这个是对自己的承诺, 先不管别人怎么样, 我不管我的伙伴能不能够参加, 我自己要做到美会, 就是逢会必到, 那第九点呢, 就是他们懂得听CD, 看书, 向上级营业代表咨询, 并得到激励, 那领导人呢, 他一定是自觉的听CD和看书, 那有的人就会问, 那咱们叶格系统, 为什么就说这么强调CD和书呢, 因为CD就是说, 就是书, 如果书的话, 对于书的来说的话, 书就相当于是, 像中药一样, 对一个, 那就打个比方, 说这个人假如说, 他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, 那或者说这个人财务上有病, 我们说身体有病或者财务有病, 如果说你现在没有管道士收入的话, 我可以肯定的说, 你的财务肯定是不是很健康的, 那这个不健康就说明, 财务上可能是有亚健康状态, 那如果说是, 如果说书呢, 它就相当于是中药, 中药它是什么呢, 药效持久, 它是给你从根本上来给你调理, 那CD呢, 它就像是吸药, 快速减效, 所以说在书和CD两方面, 你一定是不能, 就是说一样都不能辣, 那我们都知道哈, 进入生意的时候呢, 你听CD, 那CD呢, 会有很多的生意技巧, 然后呢, 就是说在你进入行动圈的时候, 你会遇到一些问题, 那CD里边会有无数多的技巧, 并且呢, 这些技巧呢, 是咱们耶格系统的一些钻石级别的人, 录的CD, 你想想他经历了多少的困难与挫折, 对不对, 他们总结出来的, 你拿到你觉得合适你用的, 你就去用就可以了, 咱们耶格系统就是这样的, 拿来就用, 这个是非常的美妙哈, 那还有一个呢, 就是书, 书呢, 对我们的思想哈, 它是一个长远的这样的一个影响, 就像我当时, 刚开始看富爸爸穷爸爸的时候, 其实我是看不太懂的, 他那个财务自由之路, 那个关于财务方面的东西, 我真的看不懂, 那看不懂呢, 我还是看, 因为我知道, 你为什么看不懂啊, 因为你的世界里没有这些东西, 所以你看不懂, 那他能够成为世界财商专家, 他能够开办这种财商的, 就是说培训课程, 他能够写这么多书, 他能够实现巨大的一个财务自由, 我相信他写的东西绝对是有价值的, 并且他写的书, 他可能是用了20年的精力, 写出来一本书, 那我呢, 花个几十块钱人民币买过来, 我花点时间去看,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, 所以看书来说, 是你一个最有最廉价的, 但是呢又有价值的这样一个投资, 就是你花钱最少, 但是回报却最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, 那就是咱们的CD和书, 然后呢就是向上级营业代表咨询, 因为上级营业代表呢, 他比你刚才就说了, 他上, 他这个山路他爬过, 他爬过来了, 所以呢你要向他咨询, 因为他知道这条路上哪里有坑, 他知道这条路上哪里有荆棘, 那他会给你一些指导哈, 所以呢你就能够得到激励, 那这个是第九一点哈, 不好意思, 第十点, 他们懂得在上级那里得到教育和策略, 这个就是要跟你的上级领导人的咨询, 然后呢要听取上级领导人的这个意见哈, 和策略, 那第十一点呢, 他们是百分之百的产品爱用者, 那听到这里可能有很多, 刚刚开始, 就是说这个生意的伙伴呢, 他会有一点点就是说, 不理解啊, 就觉得哎呦你看你还不是, 就是想卖产品给我或者怎么样, 那如果你是这样的想法的话很正常哈, 因为那你这样的想法是一个消费者的想法, 因为我们就像我今年三十九岁, 我三十几年过来我都是一个消费者, 所以我拥有消费者的思维正不正常, 那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哈, 那咱们在这里讲的是一个生意拥有人的概念哈, 就是你要百分之百的成为产品爱用者, 为什么这么说哈, 你看做生意的人, 你就说假如说我今天我过生日, 我要去哪里开party, 我肯定是选一家, 或者是便宜的, 或者是我比较喜欢的装修的风格的, 或者是我比较爱吃的菜, 那我是这么选的对不对, 那假如说我今天我也有自己开了一家餐馆, 那我就不会有其他的选择了, 我的选择就是肯定是在我的餐馆里, 开这个生日party, 对不对, 这个就是一个资金的回流, 我花的钱我要流进我自己的口袋里, 那所以你要, 如果你是一个, 因为进入这个生意, 我们是一个生意拥有人, 那你自己代理的产品, 你用你自己百分之百的代理的产品, 是不是应该的呢, 那就像罗伯特清奇, 他就在他的那个21世纪的生意里, 他就有讲, 那为什么就是说穷人和富人有一个共同的地方, 就是他们都是消费者, 这是他们共同的地方, 那穷人和富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, 穷人的钱花掉了就是花掉了, 花掉了就是花掉了, 那穷人的钱呢, 他花掉了, 他还能有多少是回流回进他的口袋里的, 这就是穷人和富人的区别, 那你要做哪一个呢, 那很多人会说, 哎呀我喜欢哪个哪个品牌, 哪个哪个品牌, 我可以告诉你, 你喜欢哪个品牌非常好, 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多的好品牌, 但是这个品牌是否有给了你一个代理权的权利呢, 他有给你这个机会吗, 如果他没有给你这个机会的话, 那他就是把你的钱从你口袋拿走的这样的一个产品, 那如果说安利这一家公司, 他的产品也是绝对的优质的产品, 那你用了他的产品呢, 你也是在用产品, 你用完了产品以后呢, 你还有一部分钱回溜到你的口袋里, 你甚至可以用这些产品, 给你建立一个管道式的网络生意, 你要选择哪一个,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, 好吗? 好, 那这个是第十一点, 就是说我们成为一个百分之百的产品爱用者, 会有一个什么不一样的结果, 给大家稍微分析了一下, 那十二, 他们能够发展和稳定, 固定的客户, 使业绩稳定的增长, 就说发展和稳定固定的客户, 那我们在去寻找领导人的同时呢, 你会找到消费者是不是, 那有的人听到了你的生意计划以后, 他可能觉得哦, 生意嘛我暂时不需要, 但是产品挺好的, 那我想就先从产品开始, 那这样的人我们也非常的欢迎, 那这样的人呢, 你就要给他提供好的售后服务, 对吧, 告诉他产品怎么用, 然后呢, 就是说这个就需要你对产品有一定的了解, 然后呢, 就是说有这样相关的知识, 你才能够给客户提供很好的售后服务, 对不对, 然后呢, 能够使业绩稳定的增长, 就是不断的有新客户, 就是说稳定, 咱们业格系统就是能够做到, 给你稳定住老客户, 然后呢, 给你发, 就是说去发展新客户, 你这样你的团队会有一个稳定的增长, 那第十三个, 那他们能够随身准备产品辅助资料, 书CD资料已被随时使用, 那随时辅助资料, 我们现在的很多资料是不是都已经存在手机里了, 就是有的人需要可能卡大楼固, 我们就不用带那么重的卡大楼固, 一个电子版的发给他就可以了, 或者是CD, 或者是书, 我们都可以有电子版的, 都可以发给对方, 这样就是一个分享, 还有就是说产品, 那产品呢, 我会随身携带的就是我们的, 比方说到这个季节是护手霜啊, 大家一起出去吃饭, 洗完手以后, 我就拿我的护手霜, 这样擦一下, 然后呢, 给你涂一下, 他涂一下, 他觉得哎呦, 这个护手霜非常的滋润, 而且不油腻, 而且香味特别好, 那他就会来问你, 那你就给他很轻松的, 是不是就产品就可以分享出去, 那还有那个就是口喷, 我发现我只要分享口喷, 肯定就是大家都想用, 因为咱们的口喷真的是, 就是又方便又简单, 所以很多人啊, 当我们在去跟别人讲生意计划的时候, 产品示范一定要做, 因为就算他不做生意, 他的脑子里会给他一个印象, 就是说, 安利的产品很好, 那他还有可能成为你的这样的一个客户, 那这个就是咱们, 就是说, 一个作为领导人的一个要求, 就是怎么说呢, 一个标准, 他们素质高, 并且有迷人的个性, 诚实, 忠诚, 自信, 然后呢, 是负责任, 绝对的正直, 那这个素质高, 有迷人的个性, 诚实, 诚实是什么呢, 你对人对事要诚实, 不能撒谎, 不能欺骗, 那欺骗呢, 是最可怕的事情, 因为就像你说话, 假如一百句话, 你有九十九句是真的, 但是呢, 你有一句是假的, 那别人就不知道你到底哪一句是假的, 那结果就是别人不相信你说的话, 并且呢, 如果你是去欺骗别人的话, 人,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, 人没有傻子, 人可以被你欺骗一次, 可以被你欺骗两次, 但人不可以, 不可能被你一辈子欺骗, 一辈子利用, 对不对, 那一个人的这个诚信, 是最最最最值钱的东西, 千万不要把你的诚信, 你的事业忠诚于你自己的内心啊, 就是忠诚于真忠诚, 然后就是自信, 那我相信自信可能不是天生就有的哈, 自信, 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呢, 就是非常不自信的人, 那为什么哈, 就是因为我们从小都是在被打压的环境里边成长的, 就是我们从小被否定的太多, 因为我家的家庭成长环境就是父母从来都不会在别人面前夸我, 从来都是否定我, 在就是说没有外人的时候, 他们也会说, 哎呀你这个将来怎么办啊, 怎么怎么样, 就是他们从来没有肯定过我, 所以呢, 我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, 你可想而知, 我长大了会是一个有自信的人吗, 不可能的, 那我现在在接触很多的朋友, 有的人我就发现他非常的有自信, 那我就会问他的家庭的成长环境, 你看就这样就是比较自信的人哈, 他如果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话, 那就是他的家庭, 就是他的父母是很懂得鼓励他的人, 很懂得鼓励他的父母, 但这样的父母就是我这个年代哈, 我们上面的父母就是这样的人有, 但是不多, 真的不多, 那所以呢, 我们在被否定的环境里长大, 那被约束的环境里长大, 并且你在学校里是不能犯错的, 因为你一犯错就要受惩罚, 你说在这样的环境里, 你可能拥有绝对的自信吗, 不可能的啊, 所以建立自信, 如果说他是在被肯定的环境里长大, 那建立自信是很快的, 那我们反过来再想, 咱们叶格系统是不是一个肯定别人的环境啊, 那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缺点, 我们是不是去把别人的缺点说成优点呢, 当然不是, 我们不要去看别人的缺点, 我们只去干别人的优点, 然后不断的把他的优点拿出来去肯定他, 去告诉他你有这方面的优点, 你有这方面的优势, 这是你的优势, 那慢慢慢慢我们这样的环境是不是就塑造出了一个大家互相鼓励, 然后互相成长, 然后不断的建立自我信念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, 那所以我们的这个环境就是一个建立你自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, 然后负责任, 那负责任呢就是对于你的伙伴, 你做事情, 对你的自己做的事情要负责任啊, 对你的伙伴, 对你的家庭, 对你的事业都要负责任啊, 还有一个就是绝对的正直啊, 那绝对的正直呢我就不详细说了, 那第十五个呢就是他们遵从并且教别人走成功八步, 就是我们咱们一个系统的这个核心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成功八步, 你把这个八步走通了, 你这个事业就走通了, 那我们要不断的自己去走八步, 然后教我们的伙伴去走八步, 那这样就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复制的过程, 咱叶格系统复制的就是这成功八步, 你把成功八步复制, 你自己走通了, 再带着你的伙伴走成功八步, 把他带着走通了, 然后呢让他再去带领他的伙伴走成功八步走通了, 你说这个生意美不美妙, 你说这个生意稳不稳固, 你说这个生意会不会健康的发展, 一切取决于八步, 那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是自己遵从, 并且教别人走成功八步, 那咱们成功八步呢都有, 王鲁岩老师这个录的这个CD, 有很多关于成功八步的这个资料, 大家可以去找你的那个领导人去需要的了解的, 就是找你的领导人去要这样的资料, 那十六, 他们是很好的推崇者和倡导者, 他们总是推崇上级和激励下级营业代表, 推崇系统, 咱们叶格老先生, 有很多人说他是, 就是说这个大师那个大师, 叶格老先生他有一次演讲的时候, 他说如果一定要说让我给自己冠名一个大师, 他说那我就那我我我会就是他怎么说, 就是说我会认为我是一个推崇大师, 他非常的会推崇别人哈, 他不是说说推崇他自己哦, 他是推崇别人, 那我们都知道推崇在这个生意里边是不是工作需要啊, 咱们叶格系统说你推崇谁, 谁就为你工作, 你推崇领导人, 你领导人就可以为你工作, 你推崇系统, 系统就能为你工作, 你推崇你的伙伴, 你的伙伴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成长, 他也会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, 就是说就是环境哈, 那就是推崇者和倡导者, 他们总是推崇上级和激励下级, 那去鼓励你的伙伴去告诉他你可以去告诉他你的优势在哪里, 其实我们发现很多人哈, 他不知道他自己的优势在哪里的, 因为我们从小被打压习惯了以后, 我们只知道自己的缺点, 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优点, 那这个时候你的领导人告诉你的优点在哪里, 你不要怀疑哈, 那像我刚开始的时候, 就是我听到别人夸我, 我非常的不习惯啊, 为什么, 就是因为我们习惯了被打击, 然后突然有人夸你, 你是不是很不习惯呢, 你浑身起鸡皮疙瘩, 那我刚才刚开始我是这样的哈, 其实你的领导人并不是就是说为了让你来做这个生意, 他来夸你, 因为我们就是一个这样的环境, 我们就是一个看别人优点, 而不看别人缺点的这样一个环境, 你的领导人他夸你的优势, 这是他看到的, 你要相信他哈, 那所以呢, 就是说你的领导人可以激励到你, 然后呢, 我们就是要推崇系统, 我们推崇系统, 我们不是单纯的去推崇某一个人哈, 因为系统才是我们成功的关键, 系统才是真正能够, 我们就是是我们成功的这个导航图, 你只有把系统推崇明白了, 系统才能够很好地为你工作哈, 那好, 我们就是说拥有这样的环境, 就是推崇这样的环境, 我们都是一个互相鼓励, 互相推崇的这样一个环境, 那很多人就说, 那个就是说, 有一个就是说怎么说哈, 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想要改变你的现状, 那首先你就要改变你的环境, 为什么这么说, 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有一句话怎么说, 你身边的五个人就决定了你的, 就是说你身边的五个人, 最亲近的五个人的收入就决定了你的收入,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, 假如说你的收入想提高, 或者是你想得到更大的成长, 目前你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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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掰掰手指头看看, 目前你身边的这些朋友, 或者目前你身处的这个环境, 能不能给到你想要的, 如果不能, 你就要开始考虑要换个环境哈, 那麦克斯威尔他的那个成长法则里边就有说, 他说一个人想改变, 但是你的环境不改变, 成长是非常艰难而且缓慢的, 那一个人并不是很想改变, 但是他突然融入了一个很好的氛围, 正能量的环境中, 你会发现他的改变会非常缓慢, 但是并不艰难, 那如果一个人既有改变的意愿, 又有这样一个很好的环境, 你会发现他的成长是飞速的, 人是环境塑造的一个产物, 但我们知道领导人是可以塑造环境的, 那这是我觉得麦克斯威尔这句话说的非常非常的好, 那我一边在读这个话, 我一边也在思考我们这样的环境, 真的, 像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, 我是一个有梦想但是没有能力的人, 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梦想的人,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想改变我现状的人, 我当时进入这个环境的时候, 我就觉得我总是想干点什么, 但是我又不知道我要干点什么, 我总是想摆脱我的现状, 但是我又没有渠道去改摆脱我的现状, 我那个时候的我就是, 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, 但是呢我所拥有的都不是我想要的, 就是这样一个人, 其实我就是一个很迷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, 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环境, 那我是很渴望改变的, 对不对, 那我又有了这样一个环境, 所以我的成长就非常的迅, 就我自己认为哈, 我的成长还是比较快的, 因为我有这样的成长的意愿, 我有改变的意愿, 我又有这样的好的环境, 就咱们耶格系统提供了, 这么多的, 就是说这样一个成长的, 这样的这么多的信息, 还有耶格和安利提供这样的平台, 给我这样锻炼的平台, 我自认为我成长, 在我自己来说还是蛮快的, 所以如果你现在想要改变你的, 不管是你的收入现状, 还是你的思维现状, 还是你的认知现状, 我都建议你要进入这样一个正确的环境, 那咱们耶格系统给人的是什么, 咱们耶格系统给人的是思维, 耶格系统不是把我们培养成推销员, 耶格系统是把我们培养成企业家, 那所有的企业家跟我们普通人, 他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, 他们最大的差距就是认知上的差距, 我今天也看到一句话哈, 我也想就是说送给大家, 就是说所有的利润都是正确的认知的变现, 所有的损失都是为错误的认知买单,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太有道理了, 所以这句话我一定要送给大家, 那如果你不想为有损失, 你也不想为你错误的认知买单的话, 你只能去提高你的认知, 提高你正确的认知, 那唯一的渠道就是你要进入到一个正确的环境, 那我们说进入到耶格这样的环境, 你做不做安利都无所谓, 你在这里, 你带进来的, 你哪怕你有一天离开这样的环境, 你带走的永远比你带来的东西要多, 你在这里成长, 就算你不做安利, 你也会在你的工作上, 在你的家庭的人际相, 就是说家庭上, 在你的人际关系相处上, 会给你增加你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价值, 提高了你的认知, 其他的先不说, 首先你不容易被骗, 因为你会很有辨别能力, 那为什么我以前做过, 就是说接触过那两个直销, 我会投钱进去呢, 就是因为我没有正确的认知,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, 就觉得听人家说好, 没有标准的选择, 钱就投进去了, 那我就是为我的错误的认知买单了嘛, 对不对, 那那个时候的钱对我当时来说是, 我所有的积蓄, 所以提高我们的认知, 那从另一方面来讲, 如果你在这里学习, 你又在业格系统这样, 就是说在安利的这样的平台上锻炼, 首先, 他会提高你的这个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, 那我们知道21世纪最值钱的能力是什么, 就是你的思考力和你的表达力呀, 现在埋头苦干的人不一定是那个得到最多的人, 对不对, 所以21世纪最值钱的能力, 也是最快的变现的能力, 就是你的思考能力和你的表达能力, 所以, 业格加安利这样的两个平台, 他就是可以给你提供你的思考, 提高你的认知, 然后提高你的变现能力, 提高你的表达能力, 那好, 那我们讲到第17个啊, 刚才讲的有点多哈, 17, 他们永远不把负面带给下级和其他的部门, 就是说我们的负面情绪每个人都会有, 你要告诉你的领导人, 而不是你的下级部门和其他部门, 这个叫做旁部门不干扰哈, 他们注重承诺, 他们能够总能指导团队成员良好的工作, 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做, 符合, 但是要符合道德法律和伦理, 这个符合道德和法律和伦理呢, 是写在咱们业格系统的一个, 咱们公司的, 就是说业格系统的一个理念里面哈,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, 就是你不能利用人去做生意啊, 我们的每一份收入要符合道德法律和伦理, 就是你的这一份收入, 收入你摸着自己的良心上去讲, 你有没有利用别人去得到这个收入,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, 你赚的这一份收入, 能不能让你那个安然的入睡, 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, 如果你利用别人去得到了这样的一份收入, 我相信你的内心是不踏实的, 这个就是道德, 法律和伦理, 那好, 那这个就是咱们业格系统的, 就是选择领导人的, 如何寻找正确的领导人的一个标准, 那有的人刚刚开始进来了解这个生意, 他就觉得, 哇塞, 你在你这么多条里边, 我一条都没有, 怎么办, 没关系, 你只要有一条就可以了, 你愿意学习与改变, 你愿意待在这样的环境里边, 你这二十条, 你就全部都可以做到, 好, 那我们接下来看, 他们就是领导人, 你一定要和他们建立非常紧密的个人关系, 那我们筛选, 我们筛选就是要筛选这样的人, 有改变的意愿, 有成长的愿望, 这样的人才是你需要的人, 那咱们需要, 说实话, 我们每个伙伴就需要六个人, 你就可以成为钻石, 你就可以财务自由, 那这六个人, 你是不是要好好地去筛选一下呢, 那有很多人认为做案例好像是要去求人, 要去, 就说, 见了人就往里拉, 不是这样的, 我们是去筛选人, 你想啊, 你进来一个人, 你是要在他身上花时间的, 要在他身上花精力的, 你愿意你的精力和时间是一个没有产出的花出去吗? 我相信你不愿意, 对不对? 所以, 我们选择的领导人, 一定是去筛选领导人, 不是去, 把人家去求人家来做什么事情, 绝对不是, 你筛选出来的人才是合格的人, 那好, 我们今天,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 谢谢大家。